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资工系跟智态科技宣布共同成立 AI图像辨识软体种子教师培育中心 日前在学校也举办了捐赠典礼 智态科技共捐赠了2000套 AI人工智慧图像辨识软体总价值超过8亿 通过产学合作计划培育未来 AI图像辨识种子教师以及人才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资工系与智态科技 共同宣布成立了AI图像辨识软体种子教师培育中心 而日前在学校也举办了捐赠典礼 由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董事长郑逢时 还有校长以及智态科技董事长许志钦共同出席 而智态科技共捐赠了2000套的 AI人工智慧图像辨识软体 总价值超过了8亿元 透过产学合作计划培育未来的AI图像辨识 种子教师以及人才 强化台湾在AI图像辨识的创新技术与量能 我们从监政6都到16县4之后 我们希望各大学一起来响应这个政策 来让我们所有同学都能学习到AI的人才的培育 尤其刚才校长讲得很好 因为我们希望来大学来扮演这个界面的角色 除了培养科技大学之外 也能对业界的一些人才也做培训 当然今天台北生事大学做得更好 他们向下扎根 学同他们友好的一些高中子学校 专门来扮演他们的种子师之培训的角色 这种USR的责任 我们看到台北生事大学做得非常好 校长表示在AI人工智慧 尤其在图像辨识技术的活络与发展趋势之下 AI人工智慧的产业人才需求提高 而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产业所需的人才 期望透过与姿态科技的合作 带给学生明确的奋斗目标 业界能够获得所需的优秀人才 AI的人工智慧 事实上已经是现在产业界的趋势 所以藉由这一次的捐赠 以及产学合作 还有种子教师的培训 一定可以提升我们学校学生 对于AI图像技术的一些了解 以及图像收集的技巧 进而让他们了解到 跟产业界的一个趋势 然后不会有产业落差 重点也可以为他们 未来在职场上可以加分 这一次智态科技总共捐赠 城市科大16个系所 共有1600套的AI软体 同时也邀请北北基的三间学校 基隆二星中学 北市的景文高中 新北的东海高中 以及新竹的广复高中 由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资工系 代为转赠给这四间学校 而每一间学校有100套的软体 总共400套的AI软体 并且协助担任这四间学校的 种子教师 透过软体捐赠与师资的培育 提升学生们对于AI图像辨识技术的了解 以及图片的收集技巧 与现代产业趋势接轨 为自己的职涯加分 记者许多英诞税采访报道 姿态科技